手柄把这螺丝 在这个位置我们先把它松下来 装上手柄方孔对正轴 OK把锁上螺丝 OK 手柄装好 这个红色的定位块 是打孔的时候只张左右 左右距离的一个调整 我们现在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得到 这个边到这个孔的这个边的距离 非常的小 那这张呢 这个孔到这个边的距离 明显的大很多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台机器 左边 侧边的这个红色的定位块 前后放一个调整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它的调整的距离 可以从2.5毫米到6.5毫米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孔到前面这个边的距离 明显的大于这张纸 这个孔到边的距离 大家看得到 这个地方 明显的是有区别 组一下 1323334353 好 15张纸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打孔 所以打孔的时候用力均匀 在这边看 很轻松 打穿 15张纸 大家看 很轻松 开口的这个方向要朝上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放入机器里面 好 放入机器 然后搬动手柄 手柄往后搬 这个机器就会自动将胶圈拉开 看到没有 胶圈慢慢被拉开 OK 我们现在将已经打好的纸挂上去 大家看我们现在很顺利挂好 然后 现在把手柄往回翻 回味 回味手柄 OK 胶圈装好了 我们现在拿出来 OK 完整了一本 装好了 这台机器可以完全实现夹条的专用孔 夹条我们知道是十个孔 所以说有一半的孔是不用打的 那这台机器因为它具备全抽刀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一号刀拔出来 二号刀拔出 三号刀拔出 五号 七号 九号 十一号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九 啊 用力均匀 好 OK 很干脆 十个孔 现在打算了 我们现在装一下夹条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 十孔 十孔装定夹条 我们现在打好孔 将纸 扣到这个孔上面去 很轻松扣上去 然后再将夹条 扣回来 按下去 好 OK 这样就装好了 我们这台机器可以打A5的纸 现在我们用A5的这个边来打给大家看一下 好 好 这定位块对了A5 我们来打一张A5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注意注意看这里 最后一个孔打了三分之一 打了一个小缺口 也就是说这个孔是一个不完整的孔 这个孔在实际使用当中呢 我们不需要用到这个孔 所以 这个半圆呢 打在这里非常的难看 半缺口打这里非常难看 但是我们现在这套 这一台全抽刀的这台打孔机 可以实现 不打这个半圆 半圆孔的这个功能 全抽刀啊 我们注意看一下 它对应的是14号孔 15号 15号打了一半 所以我们将15号的刀拔出来 大家注意看 我们注意将15号的刀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 我们再打给大家看 OK大家看 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半圆 缺口了 小缺口没有了